记者颜红俊彰化报道,彰化县田中警分局侦查队今天破获一个职业赌场,赖姓助行专门吸引月籍女子上门赌博,有人一晚就输掉数十万,一个月赚的辛苦钱全部赔在赌桌上。 警方共带回12名赌客,其中9人是嫁来台湾的月籍女子,大部分都已离婚,取得台湾国籍后就留在台湾,她们大都在小吃店上班,赚的是辛苦的皮肉钱。 赖姓祖贤,40岁,看准滞留台湾的肥羊,在田中正租屋开启职业赌场,透过游人拉越其妈妈进来赌博,在田中舍投地区金越南及新洋侯尔相传,一个就一个赌场一天24小时无休,赌的是越南人最熟悉的牛牛,依注一千元,一碗输赢都在数十万,光是警方查扣的赌资就有120万元。 警方说,赖南为了吸引越南人上门,雇佣的发牌和关都是越南女子,若有赌客想上门赌博,都有专车接送。 警方说,真是越女杯哥,里面有个软性女子,嫁来台湾五年,越家暴,离了婚,不讲回越南,在台湾到小吃店讨生活,虽赚得快,却被同事设计到这里赚更快,一个晚上就输掉数十万元。 欲哭无泪,警方依违反赌博罪,共依送这名嫌犯,其中包括赖沁主贤,越级和关汉再送的司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